檢調再查 越越會 而且軍情局這個案子呢 關鍵性這個退休的軍官張超然 明天的延壓艇到底會不會續壓 這是一個關鍵的 這是國務部在軍事情報局的 五處的前少校的張超然 包括他等三名的退役將領 疑似被中國的國家安全部所吸收 在台灣發展這個共諜組織呢 因為張超然到案之後被羈押之後呢 進見到現在台北地檢署呢 已經向這個地方法院申請延壓兩個月 明天就要召開這個延壓艇 這後續可能會怎麼去發展呢 這一回司法一樣又會輕輕放下嗎 甚至可能又會縱放嗎 來 荒地理律師 明天的延壓艇我認為 對於這個張超然而言 延壓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改變 過去被羈押的條件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說 如果是篡政滅政之餘 是法定的要件 第一個是什麼 逃亡之餘 那當時法定 台北地方法院怎麼裁定這個內容 他說你這個張超然 他在開庭的時候 他去抗辯 他說他抱怨年改 他說年改之後呢 他過去是十萬元的月退縫 現在逐年減到剩七萬 剩下七萬 那但是減掉查出 他其實他的帳戶 每個月都有十多萬的收入 那跟你月退顯不相當 後來又查到說 你其實有親人在中國經商 那因此你又多次的 進入中國的這個紀錄 他認為說你在 你有奇怪的錢進到你的帳戶 然後你又有親人在那邊投資 你有逃亡之餘 你相關的資歷是具備逃亡的資歷跟人脈 有適時逐任逃亡 所以逃亡之餘是他羈押的理由之一 第二個是什麼 串政滅政 串政滅政之餘是什麼意思 張超人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剛才小君姐提到的月月會 月月會是說 他是一個軍情局退役幹部 所做的一個聯誼活動 他也不否認他參加月月會 就是說這些退役將 那在檢調的調查裡面 認為說他從這個月月會裡面 去接觸了其他的這些物色的對象 進行發展組織 那發展組織在現行的國安法的規定 他的行度已經拉高到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去徒刑 蔡世音因為這一次呢 知識體大 他們是疑似被中國的國家安全部吸收 在臺灣發展共諜組織 我來說明一下 這個大家想一下什麼叫軍情局 就代表著臺灣過去在對中國 做精速情報收集 那事實上過往我們的軍情局 派人就人去那邊收集情報資料 所以你想想看 我們會派什麼樣的人 到對岸去收集情報資料 中貞吧 中成吧 這第一個 他另外專業 你要中貞要專業的人 才有可能被派去 但我們看到這件事 讓我們最驚訝的是說 看起來所謂的中貞跟中成 在軍情局裡面 好像不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 不然怎麼會有軍情局的人 反而在退伍後 被中國的國安部吸收 來回來臺灣 做地方的這個工作情報組織 這是很難想像的一件事情 如果說他是一般的臺商 或一般的民眾 可能有一些利益可圖 他去做 我覺得這還有可以理解得到 可是或者是國防部的其他黨員 那還理解得到 可是他是軍情局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 最大的原因是最嚴重的問題是 居然來做這件情報工作的 接受中國國安部的這個好處的 居然是臺灣軍情局的人員 我覺得這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代表著我們現階段 軍情人員能不能相信他們 我們現階段 軍情局的人員 我們對他國人 對他還有沒有信任感 所以當時這個事情 剛發生的時候 我有請我們的軍情局的人 讓我辦公室做說明 我非常訝異 我跟他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事情發生 那我的理解是 軍情局其實在這件事情之下 就已經對相關可能接觸到的人員 全部有做一個重新在做人的調查 甚至是有一些部分在列 他們在做調查訪談等等 就是要確保軍情局的 現役的軍事官 沒有跟張超雄他們 有建立更密切的一個關係 但我理解到 他們現在的做法會怎麼做 都是從退伍的人裡面開始吸收 他們什麼約會 什麼會不管 那這些把退伍的 這些國軍的 尤其軍人整合在一起之後 把學長全地都要拉完之後 再去拉他在現役部隊裡面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非常可怕 就是說 反而是我們看到的國軍退伍的 所謂的校友會 聯誼會等等 現在看起來都成為 中國國安部要吸收 要撤返 要滲透的一個重要的團體 連各國領事館都可以滲透 不是 我講是說 就是說我們這些校友會 我講是軍事院校的校友會 同學會等等 成為中國國安部 開始要列為重要的滲透目標 那為什麼 他透過這樣的滲透目標 他就有說因為畢業的月都學長 那因為你要知道 部隊裡面的學長學弟制 是非常緊密的 為什麼 因為學長學弟制一個關 就跟軍官的體系有關係 如果都不重視這個的話 那很多秘密沒有辦法下達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就養成一個個性 即便退伍之後 還是很重視學長學弟的關係 所以有人就是要利用這種 學長學弟的關係 作為情報的收集 那我要講的 軍情局對我們來很重要 因為我們對於中國的 所有的人員情報收集 都在軍情局 那如果中國知道 台灣的軍情在做什麼事情的話 那代表我們對他的所謂的 情報完全不設防了 是 竟然成為滲透的一個破口 是在軍情局 不可思議吧 余將軍 其實這是一件非常值得 這個國防部 還有國安局重視的事 因為其實真正的這個軍事情報人員 像我同學官校一畢業 你是軍情局就選走了 選走以後 這些進入軍情局的同學 顯少與我們聯繫 非常少 非常少 他在做什麼 他幹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他如果外派到外面去做一些情報 收集任務 他連名字都改 連護照都改 所以說也就是說 這些外派到 尤其到了大陸內地去做情報工作人 他們可能彼此都不相識 我們兩個投資軍情局的 可是我們都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我們只對我的直線喪失 我也知道我上線是誰 我下線是誰 側面的完全不知道 他就是防止一條線被破獲 整串都完蛋 所以說這些軍情人退休以後 回到臺灣以後 初期我相信十年之內 他們的保防警覺一定非常的高 但是超過十年之後 他們會有一種想法說 十年了 事局都變了 我懂得這些秘密都已經散掉了 都已經不是軍機了 這時候他的新防開始鬆散 然後他要的你 不是你以前知道的資料 他要的是透過你這條所謂 袍澤的線路 你以前是他的長官 是他的學長 可能你在當上校的時候 你身邊這個小孩 他可能才是中衛 可是現在他已經是上校了 已經十幾二十年過 他已經是上校了 他所知道的事情 可能正涉及國家機密 他透過這些參緒方式說來聽聽 他可能不會直接問你說 你在從事什麼工作 他很簡單問你說 你的長官線是誰 他都當組長了 怎麼會其實這些所謂的人員情報 人事情報 都是對岸收集的要求 而去西邊 又要從事 Onun 感谢观看